高速铁路是目前陆地上最快的交通工具 在这一领域中国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中国高铁里程已突破4万公里 最高运营速度350千米每小时均稳居全球第一 高铁一通人去楼空 这是网络上关于高铁的段子 说的就是高铁的出现 让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 让一个城市的发展突飞猛进 很多年轻人纷纷前往城市 这也给了名校和企业更多的机会 高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动力 高铁的建设带动了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 很多人买房都会选择在高铁附近 高铁缩短了往来的时间 提高了效率和通货的能力 中国高铁运营时速350公里就是极限了吗 答案肯定不是 未来目标是打造时速1000公里以上超级高铁 构建全国一小时经济圈 近日中国超级高铁已经实现成功运营 五个小时就可以横穿中国 也许未来350公里的高铁会被全部淘汰 中国是如何实现技术的突破呢 事实上在之前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包括控制系统 所以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现状 我们自主研发核心技术 终于黄天不负有心人 我们不仅成功研发出高铁列车运行控制的核心技术 特别是高铁的最高时速还调达所有国家 如今我们又迎来一个巨大的好消息 成功研发出中国超级高铁 最高时速甚至高达1000公里 不得不说实在是无比振奋人 中国科技技术确实越来越牛了 据悉 这款车辆将采用磁悬浮技术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能够达到惊人的时速1000公里 甚至超过了一些小型客机 这款高速飞车最新进展 已经迎来试运营阶段 许多人都在等待这项新科技的表现 如果这项技术的表现比预期更出色 它将会成为另一个重大突破 未来 350公里高铁五年内全部淘汰 最高时速高达1000公里每小时 是什么概念 中国超级高铁究竟有多快 这么说吧 中国超级高铁只需要5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穿过整个中国 特别是从广州到深圳 仅仅只有137公里 那么理论上就只需要10分钟就能到达 现在 普通高铁最高时速 也要20多分钟才能到广州 可以想象其差距有多大 特别是 中国超级高铁比飞机还要更快 因为一般的民班客机飞行速度只有500至800公里 不仅如此 就连战斗机都比不上超级高铁 因为战斗机的最高时速只能达到800至1600公里每小时 而中国超级高铁却已经做到最高时速达到1000公里每小时 那么 如此高速的中国超级高铁 究竟是什么工作原理实现的呢 它和现在的普通高铁有何不同呢 所谓的中国超级高铁就是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研发的第一真空管道高速列车是第五代高速飞行列车交通工具 据航天科工负负责人介绍 真空管道高速列车的最高时速是4000公里每小时 但是 在运营的时候 会先按照最大运行速度1000公里每小时行驶 随后就会加速至2000公里每小时 再就是4000公里每小时 通过三步加速来完成最终行驶速度 而中国超级高铁之所以这么快 它的工作原理就是采用空气压缩和磁浮技术 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管道中将里面的空气全部抽出来 通过在真空的环境中运行 就不会存在空气阻力的问题 更不会存在摩擦阻力 以此来提升高铁的时速 磁悬浮技术目前来看 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技术 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利用磁力克服重力使物体悬浮 而磁悬浮列车就是通过磁悬浮技术 形成的一种新型交通工具 中国超级高铁 就是将磁悬浮和电磁推进技术 结合起来的工作原理 利用承载密封分离设计 通过直线电机来牵引制动 也就是说列车就会瞬间 从一个地点被吸到另一个地点 是的 你没听错 准确来说 超级高铁不是从起点行驶到重点 而是通过大气压将列车给吸过去 因为没有了阻力 就能让超级高铁达到超高速行驶的状态 磁悬浮技术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轨道交通工具 它使用磁性吸引和排斥力 保持车辆悬浮在轨道上 这在高速公路上的应用 是一项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技术 因为可以大幅减少公路拥堵和交通事故的数量 高速飞车将采用气动外形设计 提供更低的阻力和更高的机动性能 这项技术还可以实现更低的能量消耗 因为磁悬浮车辆可以在极高速度下 保持较低的能量消耗 另外 它还可以实现更少的设备磨损 减少维护成本 从而保持更长寿命 这项技术还有一个较大的优势 就是它不会对环境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高速飞车悬浮在轨道上 不会产生排放废气 从而保持了较低的污染率 这是一种绝佳的环保科技 可以推动整个城市转变为更清洁的能源 哪些人会受益于这项科技 首先 那些时常乘坐飞机或者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的人 将会非常有机会使用这项技术 毕竟 你曾经坐上过飞机 花费了大量时间在机场排队 办理登机手续 飞行途中的中转 到达目的地后再次排队等等 而高速飞车则完全不同 乘客可以直接坐上高速飞车 尽快地到达目的地 不仅省下了时间还省下了麻烦 其次 这项科技还将有助于促进商业 旅游等方面的发展 高速飞车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 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 比传统的运输方式快得多 公司和商家可以更快地到达目的地 以更快地速度完成业务和运输货物 旅游业也将受益于这项技术 因为游客可以更快地到达目的地 更快地参观更多的景点 根据研究人员表示 列车单节载客量可以超过百人 还能够进行灵活编组 行驶的时候 不会和轨道发生接触 既然是五轮轨模号 对于维护自然就少些了 这样一来就是寿命周期长 经济性也好 此外 高速飞车的不断更新 也将引发交通工具制造行业的变革 车辆制造商将需要投入更多资金和技术 才能跟上高速飞车的竞争步伐 同时 制造这种科技的公司也将获得更多的资金 继续开发新技术 推动科技的进步 总的来说 高速飞车技术的问世 推动了交通科技的革命 它将成为未来道路交通系统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不断推动着人类继续前进 当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使用这项技术后 我们相信交通堵塞和烦恼将会成为过去式 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 最早发明高铁的国家 其实并不是中国 如今 高铁成为了我国的象征 很多国人都误以为 中国才是第一个研发出高铁技术的国家 可是事实上 高铁是日本最先研发成功的 但是真正最早研究高铁的国家 也不是日本最早研究高铁的是德国人 只不过是日本率先研发出来并成功运营 可是真正让高铁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 却是中国实现的 因为真正将高铁速度提升到难以想象的高度 只有中国才办到了 所以 现在很多国家建设高铁都是找中国帮忙的 也许有人会说不要再吹牛了 这项技术其实是世界首富马斯克完胜下的 但是 实际上马斯克只是提出了超高磁悬浮技术的科技概念 但是我们却是真正把它给实现了 并且在最近还成功试运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 实际上早在马斯克之前 中国就有专家提出过这种概念 只不过 由于马斯克的网红属性和世界首富的身份 让他提出的科技概念更早被人们所熟知 也许 又有人会说美国早就有对应的技术了 但是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美国虽然确实有对应技术 但是美国的时速最高也就是300公里 和我国的高铁技术还是有些距离的 所以 就不用考虑美国的高铁技术了 最后相信所有人都会产生一个巨大的疑问 那就是在如此高速的状态行驶过程中 我们的身体会不会受到影响 如果说身体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能不能在超级高铁里面自由活动呢 要知道跑车的推背力 就能让人基本上无法动弹 那么4000公里每小时的推背力得有多强 人坐 在里面会不会出现动都不能动的情况 特别是会不会像宇航员那样拥有承受高压和重力的体质 才可以乘坐这样的超级高铁呢 其实这个无需过多担心 因为只要不是突然加速 就不会存在推背感 同时也不会存在不舒适的情况 就如同坐普通高铁那样 人还是可以在里面自由活动 指要在加速到4000公里之后 列车进入稳定行驶状态 那么基本上就和普通高铁没有两样